上午10点,蓝鞋正式宣布新决定,珠方宇果然迅速,度风乐开花 各位胖大家好,我是小九 中国男蓝正在参加亚运会,并且目前在亚运会小组赛中取得三连胜的战绩 对中国男蓝来说,世界杯小组赛的惨败阴霾也终于是一扫而空 希望亚运会可以重新燃起士气和战斗力 确实世界杯惨败的话也未必都是坏结果 起码让中国男蓝意识到,如果仍然是顾骨自封 或者继续躺在黄金一带的勇士们的功劳步上,那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所有问题也基本暴露出来 相信蓝鞋和姚明都会想办法去抓紧调整发展方向 那么近日的话,蓝鞋方面也是透露了新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也被当事人得以证实 近日,国庆期间非常火的中美混血后卫朱正再次接受到国内媒体采访 回复信息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此前有媒体报道,中国蓝鞋已经是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也得到了朱正的正式回应 他表示还是刚开始的初级阶段 不过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 他需要中国护照,会尽快去完成手续 希望能够尽快开始,以便赶上明年夏天的比赛 据悉朱正的教练是前NBA最佳新秀查克伯森 同时他也是菲尔杰克逊的助理教练 2010年曾经跟随球队拿到了NBA总冠军 他给朱正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认为朱正是乔治亚州同龄人最强的控球后卫之一 甚至在全美国范围都是 那么在2006届来说的话也是妥妥的佼佼着 那么篮球智商很高,速度非常快 而且球场的任何位置也都是出手没有问题 控球技术也非常好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挡拆发起人 印度能力呢更是非常强,在比赛中也是经常会完成抢断 甚至能够带领球队进场 此外也可以算得上是场上的教练了 而正是因为得到他本人的证实后 红远队的总经理朱方宇也是果然迅速 看到朱正的视频和动态后 他直接在前广东南栏翻译小鱼的评论区 问到是不是可以签约了 东风也是乐开花 有这位16岁小将的回归 相信中国南栏未来还是潜力无限的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出现 帮助中国南栏走出低谷 重回巅峰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